第53章 古的世界 传书出去后 正处在空闲状态的怀庆率先传书回复 府上传信宫中 换你回去是因为这件事 许其安以纸代笔 正要回复 看见李妙珍抢先传书质问 二 你进宫做什么 陪大姨子啊 许其安传书道 三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古神的信息 四 秋露是节气 象征着入秋 许宁燕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楚元整觉得不可思议 啊 秋露是节气吗 我上辈子的节气里没有这个 许其安传书道 我当然知道 我的意思是 古神刻意提及秋露的原因 他平时不关注日历 对这个世界的节气了解不多 许其安还以为 秋露指的是某种天才地宝 或者秋天的露水 七 显而易见 这代表某件事的时间点 或者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 至于不画古 难逃大劫 不需要我解释了吧 日理万机的圣子 抽空回复了一句 一 我觉得应该先分辨清楚 古神是通过灵音向灵音传话 还是单纯地给灵音传话 宁艳 李妙真本能地挑了挑眉毛 怀庆这个女人 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 如此称呼许其安 再联想到许其安从宫中 回家这一点 飞燕女侠顿时磨了磨牙 怀庆继续传书道 提及秋露 前阵子未攻地上了一份密信 信中提到 佛门打算在入秋时 举办佛法大会 正广发消息 召集信徒 八 所以 秋露和佛门的佛法大会有关 亏平的阿苏罗 见到话题扯上佛门 忍不住冒泡了 楚状元分析道 四 如果古神提及的秋露 和佛门有关 那么这句话 就是通过灵音 向灵音传达某种信息 理由很简单 古神不可能向灵音 传递佛门情况 他还只是孩子 这样做没有意义 如此看来 佛法大会有问题呀 古神是在向我示警 或者 借我的手 破坏佛陀的某项计划 而这个计划 与佛法大会有关 许其安陷入沉思 二 但第二句话 显然不是对 许其安这个狗贼说的 李妙珍带着怨气传书 我怎么突然变狗贼了 许其安传书 肯定了飞燕女侠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古神似乎是在提醒灵音 告诉他不化骨 难逃大劫 这就有意思了 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与大劫有关 古神说不化骨 难逃大劫 反过来说 成了骨 就能度过大劫 另外 那些不能化骨的生灵 又会怎么样 一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还记得丽娜曾经说过的话吗 天古部的先知们曾预言 古神苏醒之日 九州将化为古的世界 怀庆的话 一下子把众人的记忆 拉回了两年前 当初 丽娜在天地会内部分享 如圣雕塑裂开了的信息时 曾经提过 看守古神是古族永恒不变的方针 因为天古部的先知们曾经预言 当古神醒来时 整个九州将成为古的世界 难道天古部的先知们 预言到的内容就是大劫 或者说 是大劫中与古神相关的部分 楚元枕心念电传 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 不化骨 难逃大劫 所以古神要把九州化作骨的世界 原来我们不知不觉中 已经窥见了大劫的一角 李妙珍把线索串联起来后 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阿弥陀佛 原来如此 窥屏中的恒远大师恍然大悟 所以 古神是希望 灵音能早点把古术修到高深境界 甚至从人类身份转化为古 不然大劫来临时 难逃一死 这是什么见鬼的师徒情深 许其安心里付菲 阿苏罗和李灵素入群虽早 但通往最迟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又惊奇又震撼 五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但这和古神入梦灵音有什么关系 和最后这句话有什么关系 在众人浮想连篇 心情复杂之际 亏评已久的丽娜 发表了她的疑惑 没人搭理她 九 我总觉得 不化骨 南逃大劫这句话背后 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只是一时间理不清思绪 接连道长 昨夜与群猫 嬉戏于屋顶 街巷和围墙 乐不思蜀 天亮后 群猫散去 道长便在自家的院子里 打盹晒太阳 本来是不想 搭理天地会群聊的 奈何几个小后生 聊起来没完没了 心计不断 无法打盹 道长只好参与进来 没想到 聊的情报如此高端 二 道长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又闭关了呢 我们聊了这么久 都不见你出面 众人纷纷打招呼 同时心里付匪 金莲道长不会 又附身于猫 夜里出去鬼混了吧 三 道长你是昨夜与小母猫嬉戏去了 这种话也就许宁艳敢肆无忌惮地说 完全不给道长面子 众成员心里暗想 他们怎么都不回我的话 到底怎么回事吗 丽娜也安安想着 九 胡说八道 此事事关重大 频道难免多想了些时间 画古知识暂且不提 丘路应该指的是入丘 古神想说的 应该是入丘时 佛门会有动静 也就是一号刚才说的佛法大会 古神应该是想借你之手 做一些针对佛陀的破坏 金莲道长的猜测 与我不谋而合 许其安安安安点头 七 为何不是大劫来临的时间 圣子提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三 如果是大劫来临的时日 古神会向我透露 你别忘了 我们和他一是敌人 李灵素被说服了 又简单讨论了几句 为两句话做定性后 许其安退出群聊 把地书碎片收好 转头看向一边的妹妹 许凌依依像一只馋嘴的兔子 嘴唇如冻 吃着清香甜腻的糕点 拿着糕点出去 大哥要一个人静静 许其安把小豆丁打发出去 一个人坐在桌边静静思考 窗外的阳光渐渐吸血 变成橘色 终于 他回过神来 看一眼角落里的水漏 已经是有时三刻 恰好此时 书房的门支地打开 临安的大宫女迈不进来 牺牲戏气道 驸马 临安居然没找她 室爱消失了吗 大宫女嗓音软弱地回答 殿下在厅里和慕夫人下棋呢 慕仪是许其安叫的 下人们管花神叫慕夫人 这位慕夫人相貌平平 年过四十 据说是个寡妇 因为和许家主母关系亲密 所以借助在府上 府上仆人里流传着一个说法 这位慕夫人是许盈罗的相好 两人有着见不得光的私交 近来 临安殿下变着法子 打探慕夫人的底细 处处和她较劲 就是听信了这些流言蜚语 出了书房 穿廊过院 走过花香阵阵的庭院 她来到内厅 看见婶婶站在屋角的高角凳边 给一层碧绿喜人的青螺胶水 看见许玲月低着头 青葱玉直撵着针线 专心给一件青袍 绣上精美云纹 看见临安和穆楠枝趴在棋盘边 脸色严肃 秀眉微醋 杀得半斤八两 不可开交 看见叶姬坐在临安身边 面带微笑地看着两个青铜厮杀 而她的对面是许人霜 看见丽娜坐在桌边拖着塞 百无聊赖地等着开饭 看见姬白琴手里 捧着一本书 边饮茶边看书 她站在那里 忽然不太敢靠近 害怕打破如此和谐 如此温馨的一幕 这时许玲月抬起头 见大哥站在厅外 美眸一亮 焉然道 大哥 众女眷纷纷望来 展颜一笑 刹那间群方争艳 许七安跨入内厅 假装看不见临安和花神的较量 道 娘今晚也在这边用膳 姬白琴点点头 待会儿袁怀汇过来 许七安还手四顾 看向服用养颜丹后 瓜子脸越发美艳动人的婶婶 二叔和二郎呢 散植时间是深处 早就过去好几个时辰了 婶婶显然并不关心儿子和丈夫 继续摆弄心爱的盆栽 随口回应 应该是在外应酬吧 不管是二郎还是许平智 官位越高 地位越高 饭局也会越多 婶婶是觉得 只要儿子和丈夫 不去教方司或青楼鬼混 她就懒得多管闲事 当然 勾拦也是不行的 只不过勾拦的档次太低 许家男人怎么可能去那种低端地方 花天酒地 所以没在婶婶的考虑范围内 直婶俩正说着话的功夫 许二叔回来了 二叔穿着玉刀位的青甲 腰弦配刀 步伐伴随着假片的铿锵声 他一手按刀 一手拎着一袋牛油纸 哟 好久没买青菊了 婶婶早已见怪不怪 道 回头煮成汤给林茵喝 健脾开胃 许二叔点点头 见着儿斜着眼望着自己手里的青菊 二叔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有点不屑 道 宁艳也想吃 行啊 回头让你婶婶 也给你准备一碗 自己也不干净地 许其安默默地扭过头去 娘 我肚子饿了 这时 许林茵脑袋上顶着白鸡 欢快地跑进来 隔着老远 看见桌上的青菊 欢快地不乏猛的一顿 他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如临大敌 肚子饿了 来吃个青菊垫垫 许二叔连忙给女儿包青菊 把皮汁溅得到处都是 刺 鸡婶婶和屋内女眷的嗅觉 哪有吃青菊垫肚子的 许其安心说 二叔你做个人吧 许二叔也没打算真的让女儿吃 反正她的目的达到了 当即点头到 那就丢了吧 丢了 许林茵默默结果青菊 放进嘴里 然后脸色猙獰地咽下去 等她好不容易把那只青菊吃完 许二郎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袋青菊 这青菊有那么好吃 姬白晴盯着许二郎手里的青菊 眼中有着困惑 没记错的话 袁怀前阵子天天买青菊 并且一个不剩的吃光 姬白晴本来不太在意 今天见到许平智和许新年 接二连三地买青菊回来 心里就觉得奇怪 婶婶和灵月早就习惯了 前者说道 青菊是喂药 不太好吃 但对身体好 这是许家三爷们 给婶婶灌输的概念 许二郎把那带青菊 塞进幼妹怀里 嘱咐道 记得吃完 然后就自顾自地在桌边坐下 结果绿鹅递上来的热茶 润喉止渴 小豆丁看着桌上一袋青菊 怀里一袋青菊 竖起浅浅的眉头 露出凝重的表情 他最高记录是吃掉三袋青菊 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眼下只有两袋 还 还好 况且家里有师父和白鸡 替他一起吃 鸡白晴目光望向厅外 突然露出笑容 圆怀回来了 厅外 青石板铺设的小鹿 许元怀穿着打更人的拆服 胸口挂着铜锣 腰弦制式配刀 左手拎着一袋青菊 许元怀迈入内厅 忽然发现 所有人都盯着自己手里的那袋青菊 并露出古怪表情 宁验把青菊的用法告诉元怀了 许二叔露出恍然之色 由衷地感到欣慰 觉得许家的晚辈都得到了自己的传承 大哥这个蠢货 法不传六耳 到处乱教人 暴露了怎么办 呸 粗鄙的武夫 许二郎心思更细腻 这种秘法 他是不愿意交给便宜堂弟的 怎么感觉大家的眼神怪怪的 许元怀不禁一愣 接着 他发现二房的右妹 怀里也抱着一袋青菊 目光发直 愣愣地盯着他的青菊 露出渲染玉气的模样 他想吃 许元怀心里一动 挤出一抹自以为友好的笑容 然后把青菊塞进小豆丁怀里 嗷嗷嗷 许家的晚宴 是在许玲英的豪哭中开始的 深夜 许其安和林安结束了双休 他罕见地有了些许困意 迫不及待想要入睡 对于他这个境界的高手来说 睡眠早已是可有可无之事 舞者的危机预警 不对 是国运预警 许其安立刻抓住问题的重点 国运预警以前发生过 那就是 监政被封印 大奉处于灭国危机时 国运曾经向他预警 没有犹豫 许其安当即遵循内心 陷入沉睡 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他看见西方有一轮照亮世间的大日 正冉冉升起 驱散了黑暗 而在东北方向 厚重的乌云遮蔽了天空 层层叠叠地翻涌 乌云汇聚成一张人脸 冷漠无情地俯瞰着大地 遥远的南方 则有一双血红的眼睛 隔着千山万水注视着北方 南方以南 更遥远的地方 有扭曲的阴影 在张牙舞爪 看不清具体形象 梦境豁然破碎 许其安翻身坐起 冷汗浸透了睡衣 他缺氧般的大口喘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